正愛會館的來源基本上就是林郡山董事長 以及他的好兄弟就是林志成 從小活動畢業就是一個向北發展 一個向南發展 然後向北發展這個林志成 那個也是我們大股東 他在中北部開了正愛會館那一所邊 然後小村會館是由林郡山創業 基於我們小村比較遠 向南發展之後我們把他扣他之後 我們就跟林志成董事長說了 就是把那個正愛會館把它串連起來 所以說目前來講的話 南部這一間就是 南部這一間的話就是 嚴守的第七間 就是正愛會館小村日本要有 這個是正愛會館的地方 但是基本上在南部地區的話 都是比較認識小村日本要有 那以上就做這個說明